在相机的发展史上 柯达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品牌 它发明胶卷引发了行业革命 它推出相机开启了大众摄影新时期 而现在 柯达却早已失去了在相机行业的话语权 从辉煌到没落 柯达经历了哪些故事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请立即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没落的影像大亨 柯达 上个世纪 柯达时刻是指那些美好且值得留存的记忆 一块块黑色的小胶片 凝聚着让人感动的每个瞬间 而如今 柯达时刻却被染上了贬义的色彩 甚至成为企业经营的魔咒 每每提起都让人感到无限惋惜且无奈 1880年 乔治以斯曼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 成立了以斯曼干板制造公司 利用自己研制的乳技配方 制作照相机用干板胶片 那时候的照相设备极为复杂 黑色帐幕 装有玻璃感光板的大容器 人们要有专业的知识和技术 才能使用它们 以斯曼就时常想 难道照相机不能做得小一些吗 摄影不能像用铅笔写字这么简单吗 一连串的疑问 促使他不断研发新技术 在最初的十多年里 公司不断改进干片和卷式感光胶卷 推出了感光度高 并且便于携带的照相胶卷 给感光业界带来了一场画时代的革命 随后 他又进居电影胶片领域和X光影像行业 成为世界胶片行业的领军者 1888年 公司推出了第一部傻瓜型胶卷相机 科达 它的上市让拍照变成了前所未有的简单式 用户只需要按下快门 即可捕捉到想要的画面 即使是业余摄影者 也可以拍出质量上乘的作品 这部相机大获成功 公司也因此更命为科达 1900年 公司又开发出了博朗宁合适相机 售价1美元 博朗宁的简单和廉价 一下子改变了 人们对于照相机昂贵庞大的固有印象 科达相机的廉价 带动了其胶卷的热销 并为公司取得了空前的市场回报 从19世纪末开始 科达就大举进军世界市场 在德国 法国 意大利等海外国家 设立了销售机构 此后的科达不断推陈出新 成为胶片相机时代 无可争议的霸主 他开发出了全球第一款 取得商业成功的彩色胶片 克罗姆 横扫全球市场 1985年 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 那幅著名的照片 阿富汗少女 就是由摄影师 史蒂夫·麦凯瑞 使用克罗姆彩色胶片拍摄的 1963年 科达再次研发出了革命性产品 Instagrammatic系列相机 他将胶卷盒制作成独立暗盒 可以在任何自然环境中 打开相机更换胶卷 大大方便了摄影者的操作 第二年 该系列相机共销售750万架 创下了照相机销售的 世界最高纪录 除此之外 他还积极进军 印刷出版 医疗和空间探索领域 赞助各类体育赛事 提高品牌影响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科达品牌 几乎垄断了整个摄影市场 到1996年 科达攀上了历史巅峰 全年的营业额达到了160亿美元 纯利润超过25亿美元 当年 科达被评为 全球最有价值的第四大品牌 除了在技术上不断推进 科达还在产品价格上 采取了独特的牺牲打策略 即通过一种高质低价的产品打开市场 再扩大相关产品的销量 弥补先锋产品跌价造成的损失 科达的相机定价一直都很低 他甚至对外界公布了自己的专利技术 宣称 科达相机人人可以仿照 当大家紧随其后 争相生产相机之时 科达早已将重点 放到了胶卷的生产和充印上 最终 科达的胶卷 相机 以及相关器材的销量都扶摇直上 同时 还垄断了整个充印市场 尽管竞争对手艾克发密集式工艺 富士不惜血粉降价 但都无法匹敌科达的销量 数码时代来临时 科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数字成像技术 使照相术告别底片成为了可能 其实早在1975年 科达的工程师史蒂夫·萨松 就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 它是以磁带作为存储介质 尽管这台相机体型大 拍照时间长 画质感也差 但它的出现 彻底颠覆了之前摄影的物理本质 然而 当时科达的管理层却反对 继续投资此项技术 因为数字成像技术的发展 毕然意味着科达 将丧失胶卷业务带来的丰厚利润 短视的目光 让科达错过了从胶卷时代 向数码时代转型的最好时机 直到2003年末 科达才提出 全力进居数码领域的战略 第二年 科达推出了六款 姗姗来持的数码相机 但利润率仅1% 质量相比 加能 尼康 索尼等其他厂商 也有着不小差距 到了互联网时代 科技的发展 产生了以用户体验 与分享为核心的商业模式 人们不再去洗照片 而是直接将照片分享在互联网上 科达在2001年 也收购了一个 名叫Aphoto的照片共享网站 但是 它并未将其打造成一个 全新的社交分享平台 而是利用Aphoto来吸引更多的人 冲写数码照片 这一举动 相对于随后Facebook引领的 社交化浪潮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种种决策失误 让科达离市场越来越远 再也无法重现之前的百年辉煌 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的发明者 却淹没在了数码时代的商业浪潮中 胶卷 相机 以及充益市场的大幅萎缩 让科达不堪重负 最终 要以破产重组的方式 来寻求企业的生存之路 2012年1月19日 科达在纽约 提出了破产保护申请 希望借此 解决长期的债务危机 和经营结构的不合理问题 通过重组来实现新生 他积极寻求融资支持 缩减企业规模和战线 砍掉了相机设备部门 拍卖非战略性专利和知识产权 2013年 科达最终完成了重组 正式脱离了破产保护 成为了一家 小而专注的商业图文印刷公司 虽然躲过了毁灭的危机 但重生后的科达 已经物是人非 再也没有了那个 胶卷巨人的身影 2014年 新任CEO杰夫·克拉克 便制定了带领科达 向全球领先的 B2B科技企业发展的目标 希望将旗下的知识产权 投入到印刷 包装 和服务等领域的 企业及市场上 从胶片到印刷 从B2C到B2B 这是一次重大转型 除此之外 科达还积极试水 智能终端领域 推出拍照手机和平板 轻装上阵的科达 的确表现出了 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 如果没有足够的创新 科达想要再现 上个世纪的辉煌 还是有很大难度 但依然祝福科达 希望他能够找到 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能够抓住机遇 不再犯之前的短视错误 将这块百年老店的牌匾 永远传承下去 他 来自大美的 是饮料行业的先锋者 他最初只在药房售卖 可能每个人都喝过他 圣诞老人是他打造的超级网红 因为他 你甚至能喝上姜蒜味的饮品 他是哪个品牌 欲知详情 请关注下期十万个品牌故事 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品牌 请留言告诉我们 你的参与会改变他们的出场顺序哦 2 2 6 芒 3 4